你们都说国产车不好 国产车不好 今天我给你们安排一个 国产车里逆向研发 比较成功的一款车 听好了是逆向研发 什么是逆向研发 跟着我的视频往下看 外观和内似简简单单 给你们安排上了 这款吉利的博越 就是逆向研发 比较成功的国产车 这台车呢 首先跟你们说 底盘 它是逆向研发丰田的 R1V4的 几乎它俩吊起来一模一样 我找了一组图片 给你们看一下 这台车底盘对比的照片 几乎悬挂 连油箱的位置 它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除了底盘逆向研发呢 这台车它的发动机 特别的有意思 我周开发动机盖 给你们看看 这台车的发动机 打开发动机上 满满灯灯 看着跟雷克萨斯 差不多的一个装饰盖板 呼满了发动机长 然后中间 这个一个小嘎嘎蹦子 就是这台车的 1.8T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 是逆向研发 1.888的 真的是模仿的明明白白 为什么 它的机油率 连火花塞 它都跟大众的 1.888通用 你们知道吗 兄弟们 而且这台车 1.8T的这款发动机 逆向研发了 大众 1.888之后 它的动力 没有大众 1.888好 它的油耗 还要比 大众的 1.888高 所以说 这款发动机 我跟你们说 按当时来讲的话 我认为 比较成功了 你不可能 把一台发动机 模仿之后 要比它 各方面 参数 油耗 都要比被模仿的那款发动机 好 但是 它做到这一步 我感觉就比较成功了 不要 说咱国产车 模仿人家 就不好 哪个成功的企业 不是从模仿开始的 所以说 吉利这两年 坐车坐的这一块 我感觉 还算可以 后来它又收购了沃尔沃 是不 还拿到了一点戴姆勒的股份 真是玩的明明白白 现在的吉利 就是抛开这款 博越 博越其他的吉利新款车型 或者是吉利旗下车型 你就像领克之类的 我感觉做的都是非常不错 但是 做的再好 它也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 是什么呢 就是国产车 无论任何品牌 它都不保值 除了 刚出的那个坦克300之外 剩下的真是 开个三四年 基本上就要亏一半 你就以这一台 17年上牌的吉利博越来讲 现在的航行是多少 切换过来镜头 看着我这个帅气的脸 我好好跟你们讲一讲 这台吉利博越呢 现在开了四年 它现在行情呢 当时落地13魂 现在打个五折 基本上就是收的行情 如果是你们安排呢 估计要七魂到八魂之间吧 安排一台 这样的吉利博越 这款车呢 基本上 四面上保有量 还算可以 回旧起来呢 也比较方便 大毛病啊 也没有 但是一些小异想之类的 确实挺烦人 但是这款车 在南华地区跑的话 异想会少一些 毕竟它在东北寒冷的地方 我是见识过 冬天 跑那个 飞扑装路面啊 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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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啦哄啦 很多车内的异想 让你 难受又痛苦啊 非常的不给劲 然后油耗这台车 确实比较高啊 确实比较高 然后呢 之前跟你们说了 这台车逆向研发了 RIV4 就是丰田的 融化它那个底盘的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啊 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比 就模仿的那个RV4 底盘开起来要紧凑硬 但是呢 要比它缺少了 一点点灵魂 什么灵魂 就是游刃有余 那种感觉 就是整体性 要比RV4差一些 但是紧致感 它还有 哎 你说神奇不神奇 模仿并不可怕啊 因为它 直到去模仿 直到去进步 是不是 把别人家好东西拿过来 扔在自己身上 底盘 是吧 RV4的好 拿过来 用就完事了 发动机呢 叶叭叭叭叭 是吧 给你安排回来 最起码 博越这个叶叭 博越这个1.8T发动机 比叶叭叭叭叭强在哪 它不烧机油 啊 它不烧机油 你看看 厉不厉害 模仿人家叶叭叭叭 好的东西啊 都给安排回来 但是呢 不烧机油啊 就给它去掉了 你说 打个比方 让吉利生产一批 一叶叭叭叭叭 是不是 就是不烧机油的 一叶叭叭叭了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基本上 大中2.0T1.8T的 一叶叭叭发动机 它都烧机油 这个是无法否认的 无论是一代 一代二代和三代 它都烧机油 是吧 但是博越的这款1.8T 你像研发人家的 它就不烧机油 厉害吧 神奇吧 说完 这台车啊 这台吉利的博越的底盘和发动机 咱讨论一下这款车的安全性和一个内饰整体配置 这台车整体安全性肯定是要比同价位的合资车安全的很多很多 我反正说这台车落地十餐馆是不是 你能安排一个合资能安排什么 最低配的参尔维 还有最低配的卡罗拉 这一系列保值神车 但是他们的定位和他们的安全性 绝对没有这个吉利博越 好 为啥 因为吉利博越这一系列的十万到十五捆 这个区间内的国产车 无论是博越也好 还是瑞虎巴这一系列的车型 它都采用的是一个热层性钢 它的照帕值就是钢材的硬度和强度 都要比合资的那些卡罗拉 还有查尔维宾制这些 小克这些的车型要好太多了 安全性 要好很多 但是 它的工艺可能是不如人家 但是兄弟们 有时候买车 咱安全也要放在首位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像宾治XV 卡罗拉这些车型 我是不建议你上高速 跑很长一段时间 毕竟高速行驶 行驶速度那么快的情况下 你突然来一个 是不是 你可能就是 是不是 嗯 害怕不 但是这种 这种车啊 咱国产车 也可以说是国货之光 虽然不保值 但你开个这么个东西 你上高速 安全性这块 你毋庸置疑 满满等等 10到15万区间的国产车 真的很安全 兄弟们 不要以为我在跟你们 确确确实实 确确实实 然后再讲一讲 这台车的配置啊 配置 打开车门 这台车配置呢 真的是 也可以说是满满等等 你看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啊 ESP SP Sport模式 省油模式 各个功能 给你配的明明白白 然后多功能发行盘呢 这上面的导航系统啊 再就是这台车 整体的一个内饰味啊 也没有什么怪味 然后配置吧 也不错 全景天窗 也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再就是这个座椅的包裹度 也非常不错 但是开长途吧 稍稍有些硬啊 稍稍有些硬 可能你要是身材娇小 你是个120斤 到150斤的大帅哥 是不是 那可能坐着开的 各方面就是明明白白 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我这个 199斤九头身的身材啊 这个完美比例来讲 坐在这台车里 开时间长了 多少还是会有点难受啊 还是会有点难受 最后啊 给你们总结一下 你要是以一个七魂左右 二手的预算 这台博越啊 我感觉还算可以 你要是七魂的话 你能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自动挡车呢 我给你比两笔了啊 14年上牌的啊 卡罗拉自动挡啊 配置肯定是没有这个博越高 而且年限啊 老了三年 再就是啥呢 X2V你肯定是七魂左右 是安排不了一台二手的 最早一批最低配 你也不可能安排得到 销客的话 你只能安排一个老款的 最老款的销客 你可能能安排一个14年末的啊 14年末的 一个销客2.0自动挡两驱的 基本上合资车的保值率 尤其是日系啊 真是有点逆天了 所以凸显出来了一个二手的国产车的新价比 但是国产车这一块 我懂的车型非常少 你要说是 BBAGBA里边我比较玩的透流 因为我之前也喜欢玩 而且我开修理厂 大部分修的也是这些BBA的车型 所以我跟你们讲BBA车型的话 基本上随便拿捏 随便拿捏 但是你让我拿捏一台国产车 我除非我开过一段时间 或者是我之前有过了解 你就像我之前在奇瑞啊 上过班 我之前在奇瑞做过一 做过一年的销售啊 对奇瑞这个品牌也多少有所了解 你要问我奇瑞这一块 我肯定是给你回答的明明白白 我也不是一个神人啊 我也是每天在学习 每天跟你们唠唠嗑 然后看看评论区 你们给我指证的一些错误 我也在正在改正 是吧 咱们啊 在这儿就是在我这个频道里边 咱们就是聊天纯纯的一种互相学习 我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我可能说的有些代表自己的观念 我说错的地方 你们也给我指认出来 是吧 咱们互相学习 我可能懂得你不懂 你懂得我可能也不懂 所以说咱们明明白白 和和睦睦 是不是高高兴兴的手拉手 咱们一起玩一玩车 学习一下汽车的知识 然后今天呢就给你们讲到这 如果喜欢我给我安排个关注 再给我来个赞 长按赞来个爆赞 我爱你 我爱你们 明天再见 拜拜